死大黄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怎么感觉有人骂我呢 哎 也不知道小黑咋样了 总感觉自己有点对不起他 大兄弟啊 实在是三只鸡的诱惑太大了 我对不起你啊 我真特么不是狗 怎么能在吃鸡的时候想这么煽情的事 哎 还是别人家的鸡好吃 自己家的鸡就是不香 我现在算是理解人类那句话了 为啥都要出去吃 家里面免费的都不吃 原来是外面的好吃又香了 大黄 你不是狗啊 居然这样对我 大兄弟 你看这是什么 一只鸡你就想收买我 不行 大兄弟 你看你这就肤浅了吧 你先吃 等会咱们搞鸭子去 真的 嗨 我骗你干啥 等会我们去搞鸭子 然后再叫旺财过来 咱们也好几天不见了 那行 等会搞完鸭子 我去叫旺财 你负责拔毛 行 多大事啊 不就是一只狗把毛五只狗一起吃吗 有啥大不了的 你快吃吧 吃完咱们搞鸭子去 狗蛋 你们家庭情况特殊 这样吧 你要投资多少 我先给你垫上 等到以后赚了钱再还我 梁诚哥 我知道你对我们一家人好 但是这个不行 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知道 这个股权分红的大概意思 该是我家出钱就是我家出钱 没有别人垫上的道理 而且我结婚的时候你帮了我这么多 我还欠你很多钱呢 怎么能让你再帮我呢 我这的钱也不多 就拿出来五千块钱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这已经够多了 拿出来钱可以 但是不要影响了你们自己的生活 没事 不影响 我这不是还帮你看着养猪场吗 每个月你发的工资也不少 不会有影响的 不影响就好 本来这钱我可以帮你垫着的 既然你这么说 那你等会直接转给我就行 我给你记上 谢谢梁诚哥 那我先回猪场了 行 去吧 梁诚 你要带大家办养殖场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 全凭你们年轻人的想法就行 我给你转五千块钱入股 我们两口子一直待在家里面 也没有赚多少钱 还他娘身体还有点不舒服 我们得留点钱考虑以后 这个希望你不要嫌少 叔 这钱已经很多了 你们的家庭情况我都知道 我们也要入股 看到这些鸭子了吗 咱们一狗抓一只 然后你就去找旺财 明白了吗 行 没问题 你先处理这鸭子 我去叫旺财 行 去吧 我忙活了大半辈子 跟孩子他娘一把屎一把尿的把这些孩子拉扯大 怎么长大结婚之后就变了呢 我去我儿子家 他们看到我拿了山参过去很是高兴 那两天又是做这个给我吃 又是买那个给我穿的 真的就把我当成一个爸来看待 可是啊 你是不知道 我就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想着多陪陪孙子 等他身体彻底的好起来之后再离开 没想到就是这么几天的时间 而媳妇就不愿意了 整天说我吃饭太多 我在他们家各种不方便让我离开 天天晚上都跟我儿子吵架 根本就没有顾忌别人的感受 每天吵架就直接开着门 说话那么难听 连我孙子都被吵得睡不着觉 我这个人又不是不要脸的人 你们直接说就行了 何必这样背后骂人呢 再说了我又不是说非要留在这里 无非就是想要看看孙子而已 就在昨天的时候 我儿子过来跟我谈了 说是让我先回家 我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收拾东西就回来了 他也什么都没有挽留 我算是知道了 人老了还是要老老实实 待在自己的家里面等死 没有儿女会管你 还只会嫌弃你是累赘 李爷爷您别这么说啊 李爷爷你放心吧 这是我会帮你解决的 这次为啥会让大家伙 合资来办养殖场 就是考虑的这个问题 要不然我为啥不直接自己出钱 那样的话还简单不用费那么多功夫 每家每户在养殖场内都有着股份 一旦盈利之后 就可以按照股份多少来进行分红 这个养殖场将会一直存在 那么分红也是会一直都有 每段时间都可以获得分红 那么就算是晚年生活 也不会因为缺钱而导致各种问题 等以后赚钱了 还怕你的儿女们不回来吗 原来是这样啊 我之前还有些不太理解你的所作所为 没想到考虑的这么深远 村子让你当这个村长是当对了啊 既然这样我就放心了 今天打电话给你是告诉你一件事 三级罪犯许步强刘金元 在五年前的时候就已经犯下了抢劫罪 当时抢夺了一家金店 总共有五人其中三人被抓 剩下他们两人逃窜此后不知所踪 而被抢走的金氏追回了一半 另外价值30万的金氏则是不知所踪 有警员前往调查抓捕 但是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就像是凭空消失一样 此后几年一直有警员追踪 但是始终找不到 之后有人认为他们已经是死了 或者是去往了国外 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三年前一起抢劫杀人案 其中有一家四口 被抢劫之后遭到谋害 包括年幼的女儿和儿子 经过调查 这次事件是四个人联合犯罪 其中两个为未成年人 两个则是许步强和刘金元 这件事情引起了高度重视 就算是省里面都派了专案组过来调查 查了半年之久 找到了其中一个未成年人的尸体 经过验尸是被人为谋害 另外三人始终没有找到 两年前一起 特大杀人案死亡人数超过六人 涉案人员则是在二十人左右 经过调查 原由是涉黑组织斗殴 不过在里面找到了许步强 刘金元和魏淑成三个人 而魏淑成就是之前抢劫杀人案的 那个未成年 不过此时他已经是成年了 接连三次巨大案件当中 都有着许步强和刘金元两个人 这件事彻底地惊动了首脑 上边派遣了专案组 必须要查清这件事情 不过两年之内没有任何信息 直到不久之前 他们三人再次犯案 这次是杀害了一个富豪 抢劫了家中价值五百万的金条 其中还有着数个银行卡 只不过金钱并没有转走 通过监控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这才知道 原来他们三个人 一直躲在你们村子和牛皮村 乃兆村附近 基本上不出来 但是一出来就必然会转移地点 平常时候进行乔装打扮 基本上不去有着监控的地方 购买物品大都是从小超市当中 反侦查能力很强 这次专案组派遣人员前往追查 不过没想到 对方竟然如此小心 一发现不对劲 就直接转移 毫不磨叽 导致专案组人员 不得不快速抓捕 却被他们逃脱 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们的行踪 必然不会放过 专案组通知周边城市监控 一旦出现他们的踪迹 立马通知上方 他们之前穿过了两个省 来到了咱们这里 不过我们这山区众多 监控布局不全 暂时失去了他们的踪迹 对于这件事 你得留意一下 让村民们做好防备 行 这事我知道了 晚点我就通知全村村民 旺财 玩啥呢 走啊咱BBQ去 我才不去呢 去你们大便村 去一次被坑一次 放心吧 这次不坑你 那快走吧 来来来 大家喝 来 喝 大黄 你的量是真好啊 来来来再来一个 嗨 不是我吹 在这群狗当中 我敢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来来来继续 狗生最大的幸福 也不过如此了 一边吃着烤鸭 一边看直播 你说对不对小黑 对 一边吃着烤鸡 一边看直播 哎呦 疼死我了 大黄你是吃错药了吧 i're good 雨 想 или ло 歹 aaS 平 身